列院审查紓困预算 蓝军拿白菊花扑一场 哀悼染疫死亡确诊者 更炮红蔡政府防疫破洞 没补对白信向知道的内幕 更不在乎 在党提出多项主决议 包含扩大采购国外疫苗 到4000万剂 遭到民进党否决 都让EUA审查 比较美国FDA 要求全程直播公开也不要 甚至让台湾疫情大破口的 降低机师缺减贴数 3加11要公布会议记录 都被民进党人数优势62票 反对给否决 为什么民进党要站在 人民的对立面 难道这些有什么黑箱作业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网友炮红 现在是完全不演了吗 正要大家当高端白老鼠 痛骂完全执政 完全消除真相 会议记录不就该公开吗 没有会议记录 但历史会留下记录 其中反对公开3加11会议记录 更有被视为罪魁祸首的范云 连万华区立委临长佐 也投反对票 被网友大骂 连3加11都不敢查 还敢说要挺万华 林长佐 他怎么好意思投反对票 人家甩锅给万华 那你是万华行催的立委 那你也承认万华是破口吗 你怎么好意思自己来投 投反对票 这实在是有够丢脸 一般如果跟自己相关 就应该要避免 你就应该要 就不要参与投票 不是 是自己也投票 更觉得3加11这件事情 黑幕重重 执政者防疫没成绩 决策错误更不敢面对 就怕口口学生喊的同党一命 转身后只剩下同党一命 记得陈佳林玄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